各位有请 来中国几年了 我在中国已经一年了 你们谈恋爱多久 我们谈恋爱也差不多一年了 我们是一个大学的 算是一见钟情吧 怎么叫算是呢 因为是这样 刚开始我认识的是他的室友 然后跟他室友认识了之后 有一天他室友就邀请我跟我的朋友 去他们宿舍开party 两个人一见面就喜欢上了 今天为什么来啊 那么好一见钟情 虽然好的话 一年多肯定多的时候 有很多矛盾呀 他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 就每一次一跟他有矛盾 或者说不开心了 他就不愿意跟我说话 不管我怎么问他 我说你怎么了 或者有时候我做错事情了 我跟他说 要我做错什么 你跟我说我改还不行吗 但是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非得逼着我去吼他 我们开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告诉他了 我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应该告诉我 但是我发现了真的 他的脾气 不是我想的那种 他是哪种脾气 他的脾气比较有不礼貌的那种 如果有问题的话 骂我 怪我 我不是他的孩子 听人的意思就是 你老训人家是吧 你把他当孩子教是吧 但是他都不跟我说话 我能不骂他吗 我怎么不跟你说话 我们每次有问题 我跟你解析的时候 你都不给我时间跟你解析 这样好不好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 在什么情况下 你向他发脾气 你认为是很正常的 他认为是骂他 就像有一次 我们去大明湖旅游 去玩回来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要不见什么走吧 但是他就不 他就非得吃 他想要吃的东西 我说那行 你出去转转 你看你想吃什么 再回来跟我说 然后我就没有陪他去 找他想吃的东西了 我就当时累嘛 肯定就声音高八调的 就大声了一点 他就以为我是在骂他 他回来他就不说话了 我怎么问他 他都不跟我说 他想让我去面调 刚刚来中国 但我还没有习惯去中国菜 我也没有逼你说 让你去吃 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让你出去找 那让我做错了吗 你让我出去找 他们写的那些字 我都不认识 我叫你来很多次 你都没有来 我叫你来 让你过来帮助我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随便吃点什么不行吗 你就非得逼着我 那你为什么没有来帮助我 你想想我干什么我就干 我不管我很累 我什么 你说我不管你 那我不是给你订外卖了吗 为什么你不吃 你还把我留在你宿舍 等你等了两个多小时 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你就直接去找你朋友了 如果你不想照顾我 你不想理解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找我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可以帮助我 但是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都不可以帮助我 还有一件事 就特别生气的 就是他考那个汉语水平 我一次也就一句话 他当时说 如果我过了的话 我得奖学金了 我走了 你会怎么想 我当时我就说 你去哪 我就以为你要走了呀 不要 那时候我在 我是在 准备复习的时候 我用英文问他 如果我考试考过了 我得到奖学金的话 我去其他的大学 你是会怎么想的 他给我说 如果你会去你们国家的话 我会找到别人 给他谈恋爱 我没有跟你说 我要找其他的男朋友呀 是你自己想的吧 还有就是 你没有跟我强调 你会留在中国呀 我当时就以为 你不要我了 那时候我没有把话说完 你就生气了 我当时为什么生气 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不想你走 我当时才生气的 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你就发脾气了 你就开始骂我 你不爱我 如果你回去你们国家 我没有去 我没有说 我想回去我们国家 好 咱们说下一件事 我觉得这事也不大 闹什么呀 还国际友人 你不能谦让一点吗 那一次让我最伤心的是什么 我给他薛水果 薛水果我的手都被割了 止不住血嘛 他第一反应他出来就 看看把我的手直接 很大力地拉上水龙 通往冲冲 卫生纸一包就没事了 但是血还一直在流 没止住 你觉得那要顾吗 主持人 赞的 那说到了他在小水果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受伤了 他一定会生气 一定会发脾气 所以我是 我当地下 我是慢慢地去 照顾他 我过去 抱着他 给他安慰 但是他没有怎么说让我照顾他 他说不要碰我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不让你碰我呢 你想过为什么吗 因为你想让要咱中国的男朋友的话 自己女朋友首歌 那第一反应肯定赶快找止血的药 或者就送医院呀 但是你过来 那时候我把你的手机 就直接卫生纸一包就没下了 我把你的手机洗干净 而且在我们房间那时候没有棉花 也没有酒精 什么都没有 我把那个手机先洗干净 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出去买药 我问个细节先吧 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割了手指 你像割了动脉 姑娘你拿的什么水果刀 就普通的水果刀 割了有多深呢 也不是很深 有多大的口子呀 就以我的生活常识一把水果刀 正常的削到一个正常人的手里面 不应该流很多血呀 矫情了吧 但是当时真的是 虽然不是很深 就是因为他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去了医院止血的时候 当时医生是这么说 他说我还说多大的伤口呢 流了这么多血 我还以为要给你缝针呢 你看这样 这样的话不是他的问题吗 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怎么关照自己呢 在这个区域 我肯定是自己去医院了 但是因为有他在 我就想得到他的关心嘛 我想看看他 他会怎么对我 怎么照顾我 但是他的做法让我很失望 在你们国家 你的女朋友 以前有过女朋友吧 我以前有过 有过哈 对 你的女朋友手削了 你一般怎么做呀 我一定不会去医院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呢 那个伤口消息 是人家那个前女友 好吧 我们不为伤口大巧而争执了 总之在这个问题上 女生非常的伤心 觉得男生不会照顾他 是不是 那时候我真的 他让我去医院 我去了 他们把他的伤口弄好以后 过来这天 我看了他的手机 我发现了他 把那个伤口的图片 发给他的前男友 说我受伤了 我当时为什么 发给我的前男友 还不是因为 你自己不照顾我 你不懂得怎么关心我 我才把我手受伤的照片 发给我前男友的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他那时候 我们在一个城市 可能你会去找他 对吧 但是他当时并不在我们城市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找他呢 因为你把那个图片 给他发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都跟你解释过多少遍了 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理解你 从来没有让你一个人 但是你为什么把那个图片给他发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而且他会怎么想到 我是个外国人 你找到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他不会照顾你 你说伤了你还要来找我 你考虑过我的名字吗 你考虑过我 我会怎么想 我当时怎么就没考虑过你了 如果我没考虑过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有男朋友了 我还把 我给你的合照都发给他了 他对于我来说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而且我当时 如果他像你的哥哥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图片 发给你的姐妹 我给他们发了 是你自己没看见 非得盯着我的前男友 你就查我的手机 你故意就是要查我的前男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老是就很介意 我跟我前男友的事情 如果我喜欢他 我为什么我不跟他复合 我要跟你在一起呢 听明白了 姑娘 你不能这么欺负 人家一个外国小伙子 即使是中国的男孩 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啊 我没照顾好你 你就发给前男友 小伙子 我支持你 你这事做的是对的 你受了委屈了 你说要这些事的话 都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了吧 但是他在上节目之前 他都跟我吵 就前几天 其实是这样 我当时我是那几天 周末在外边兼职 很累嘛 刚好那天 我有时间 我就说 咱俩要不去哪儿逛逛 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你就不要出去了 他就说 我都跟我的朋友约好了 我们大学同学 我们要见乐队 他就非得出去 他就不陪我 结果他去了两个多小时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想你了 你要不你回来 我没有过两个多小时了 三十分钟 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你在骂我 你在那里干什么 你不可以回来吗 你们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问你说 你们在说什么 是因为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去了那么久 我没有告诉你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回来了 你都还不愿意回来 你当时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挂我电话 还为什么后来 给你打电话了之后 你直接把手机都挂了 我就想去找我的朋友们 我们国家的人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我们也是想安排一个乐队 可能在我们学校 小雪你告诉我 这个事后来有什么后果吗 以后他再给我打个电话 我把手机关了 然后回忆以后 我打开了手机 我发现了 他给我发一个信息 说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我永远不会接你的电话 然后他再骂我 我是个滚 你竟然挂我电话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 不要给我发信息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答你 滚 还把你给拉黑了是吧 这不就算分手吗 我理解 分手今天干嘛来啊 但是过了之后 又想想为了 这件事情要是真分手了 我们经常吵架的时候 他应该给我说 我们非手吧 你不合适我 你是我不合适 怎么说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我明白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吧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但是现在我真的我受不了 你爱他吗 当然爱了 不爱我 为什么跟他吵了这么多次家 你告诉我你爱他什么 脾气又不好 又不愿意跟你沟通 也不能跟你说话 但是 你需要他照顾的时候 他压根照顾不了你 他跟你所有的思维点 都不在一个点上 但是我跟他又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音乐 我们都是因为音乐在一起的 而且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他教会了我就是 学会理解别人 没觉得你理解别人啊 我以前更严重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都好一点了 至少他 他跟他吵架的时候 我不会就是 一下子就火就上来了 就开始跟他吵 那你们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我想让他 即便在生气的时候 或者吵架的时候 也愿意就是 告诉我他在想什么 不要逼着我去骂他 唉 老师们你们看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除了你刚才说的 你们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 暂且不说音乐 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 但是我至少知道 音乐对于你的爱情来说 是一文不值 因为你们直接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去乐队 对吧 去乐队玩 才半个小时 你就要给打电话说 你为什么要去那儿 不陪着你 貌似你比音乐更重要 貌似他对于你的陪伴 比音乐更重要 所以意见钟情 你到底喜欢的什么 是因为那一天去他的宿舍 他跟他的室友不一样 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在看书 他的生活习惯很好 他的房间里边不是像 一些男生的那么乱七八糟的 喜欢学习 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对 打扫得很干净 很周到 你觉得他是能照顾你的人 所以实际一接触一年 根本就不是啊 第一呢 语言上你们其实基本上 沟通清楚的事很少 你的整个的理解 不是死于表面的理解 而是你的异端 而他作为一个 这对中文 才有一年认知的人不理解 所以你们俩无法沟通 恋爱不是谈恋爱吗 你们俩交流是非常少的 而且 你其实心里找的 绝对不是他这样的 你心里想要的 不是他这样的 他只能满足你 某一些方面的一些诉求 但是你真正要的是陪伴 是照顾 是你说出了一 人家就会想到三 比如你的前男友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受了伤之后 你会把照片发给对方 你想从他那寻求这种关爱 貌似你们之间 这些矛盾是小的 但今后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 矛盾会越来越多 小伙子挺可怜的 他跟你刚在一起的时候 出去外面找吃的 他肯定你远表达不清楚 就是当时他那个交集 和无助那个心情 你体会不到 我觉得你们双方 互相都为对方做过 很彼此感动的事情 对吧 这个沉淀下来会成为感情基础 感情基础深厚 你们俩吵很多次 然后感情基础一点点变薄 还是可以承担 但如果吵的次数特别多 感情基础本身又不牢固的话 两个人的关系 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我挺关键 可能你自己没有留意到 就是当你一旦在感情 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和他去解决 你要寻找一个外在的途径 你把受伤的图片 发给你以前的男朋友 寻求安慰 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 一定会刺激他 所以我是觉得 人在潜意识里 无意识做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 在你每一次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形成惯性 所以我希望你能注意 就是不要在 最敏感的时候 再和对方保持一些联系 然后引起你们之间的 这种不安 小神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你多一些浪漫 他肯定是需要浪漫 你有了浪漫 其实你做了一件事情 他往往在他回忆里 会形成一个永远的印象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你做的那些事情 会帮你去化解 你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我说的对吗 好 谢谢你们 从你们俩身上 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女生 在热恋的时候 像个宠儿 在婚后 变成像一个怨妇 你说你喜欢 中国男生 对你的疼 对你的宠 对你所谓的浪漫 但是其实想想 给你包扎手 哄哄你 那就是对你感情真了 在我看来 这个男生 他谈恋爱 谈得很实在 不像很多男生 谈得很虚伪 该对你好的时候 绝不含糊 不应该宠你的时候 绝不给你摆那个花架子 你喜欢他的 也许就是他的真诚 他的踏实 即便是他不会哄你 但他不会说一句话 他有一说一 该关心你的时候 他关心你 他也绝不夸大其词 但问题是你习惯了呀 习惯了男生在 假模假式的虚寒问暖 但婚后呢 这点待遇全没了 如果他真的像你的前男友一样 你烧到了手的时候 他大张旗鼓 表示出莫大的重视 带你去医院 然后虚寒问暖 但是呢 在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 他可能又不能付出他的忠诚 那你想想看 和你的前男友比起来 是这个踏实的 好 还是那个所谓的 能够尊崇你的那个花架子好 我认为他很真挚 虽然他不会浪漫 但是浪漫 又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你还大抵算是聪明 知道这样的男生不容错过 那你就好好珍惜吧 就这样 我对跨国恋多多少少哈 还是有点担忧的 文化差异会对情感带来巨大冲击 他需要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两个人 有特别深的包容力和理解力 大概大家说的那要爱足够 你检讨一下有没有 你也检讨一下有没有 如果想跨过这个 那就好好爱 如果觉得跨过不了 也别互相折磨 好吗 下面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陪你写歌 我们一起跳舞开party 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年以来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去改了 或许你已经感受得到一点点了 我已经很努力去改了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一吵架就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 我知道你平常跟我在一起 我很幸福 而且我很开心 但是我也在努力跟你说话 但是你都不想让我 让我跟你说话 你脾气那么大 你不太宽容 你太着急了 我跟你说了 但是你不想改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好后面考虑一下 回个到问题本质的时候 又变成了指责 来 请关门 就是这样一对异国的恋人 他们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的表达当中 你还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点情感 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请开门 我只想用我这一杯水泪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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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呀 怕失去 那就别作了呗 她那眼神看着真是可怜啊 小神 她留下来你高兴吗 对 好好对她 好 彼此珍惜吧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永远爱你 我不想离开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的美人缘 白风 不是你们那个非洲不是很会跳舞吗 你应该围着她跳一段舞啊 而且你自己就是搞艺术的嘛 你不是搞艺术的 可以唱歌吗 唱歌跳舞 你来一段 感觉天空不让泪流下 不说一句埋怨 只是心中的感慨万签 当作前世来生相见 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我不说转有缘 永远大有缘 却心在爱的深渊 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在爱也不愿见 两位心万别 哪怕一生很累 我也不管 来吧 送礼物 来 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 价值五百到三千元的幸福游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好吗 来 开始 没事 开始 停 恭喜两位请回 祝他们开开心心的一起往前走